一個小孩沒有讓他正確的觀念 讓他走路 走路歧途 變成一個 兩個 一直走路 我們這個社會 未來會變成什麼社會 阿裕不能騎三四步 都不能騎三四步 阿裕就讀國中三年級 每個禮拜一天 到汽車修配場學修車 是他最期待的日子 像老闆說的就是來這裡 吃苦好像在吃飽 就是我都覺得在這裡吃飽 又好像在玩 都很好玩 裝門牌 抹抹油 好 整門牌 阿丁老闆也是一樣 跟你一樣 也是出社會去學工夫 也是很辛苦 也是自己走過來 阿丁總是站在阿裕旁邊 仔細看著他每一個動作 是否確實 小時候家境貧窮 阿丁國中畢業就當學徒 看著阿裕就像當年的自己 那是三十年前的記憶 我是小孩比較平凡 比較弱勢的一個環境 騎乎的孩子 所以說 同理心相對 我都會對比較特別 弱勢的小朋友比較特別疼 阿裕的家庭發生他不太願意提起的事 從此住在家福中心 缺乏的母愛 缺乏的家庭溫暖 他在這裡找到 坐車坐不到的 我就很緊張的 就一直走到外面看 我撞不到的時候 我就衝出來了 我在找小孩 老的跟老的女兒 很好 剛才都沒關係 就是 我去想到他們 把我當作真的 自己的學生來看 我們就要認真學好 我拜訓你 早讀贏了人 太太全力支持 阿丁創業二十年 一把修車的好功夫 無私傳承 若是家庭 忠措學生 只要有興趣 她免費教導 阿丁夫婦的付出 成功翻轉許多孩子的未來 大家一起牽手 把孩子一起養起來 你可能現在就覺得 他沒有幫孩子什麼 可是自他出去之後 他可以自力更生 不會知道生活問題 我是覺得這對染數 就是最大的回報了 阿丁行善多年 阿玉只是他幫助過的 其中一個孩子 她在我家 都要找到她的人生 一個目標 而這樣的正向能量 將持續擴散 已經自己有經驗了 就是 一定要去幫忙吧 不想要讓他們失望 再看有千 可以進入